哈囉 大家好 我是珍珍 歡迎來到I運動的教練一對一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弓箭步加抬手的動作 我們可以一起鍛鍊到我們的臀部 大腿肌肉群 還有我們核心肌肉 然後呢 也可以鍛鍊到 我們單腳平衡的穩定性 那我先從弓箭步開始講解 好 一開始你可以先雙手插腰 好 後腳往後跨一大步 屁股往下做 所以會來到前後腳 都約略90度的動作 那後心呢 就是離地 那前腳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你的膝蓋不要太往前衝的 利用我們的臀部 屁股往後放一點點 所以重心呢 會在我們前腳的後腳跟這邊 然後也注意啊 我們膝蓋不要太往內偏喔 這樣膝蓋壓力會太大 好 利用前腳的臀部 跟腿後側的張力 把身體帶起來 所以我們做的是個原地的後跨弓箭步 吸氣下 吐氣上 所以很好的訓練到我們的臀部 以及大腿各處的肌肉群 好 可以的朋友啊 我會希望我們下一個進階一點點 我們要變成是單腳站立的 然後再吸氣下 利用臀部往下做 好 然後再用前腳把身體帶起來 這時候我們核心肌群就要很出來工作喔 OK 好 再示範一次 吸氣 吐氣 那已經沒問題的朋友啊 我們就要從弓箭步加入抬手的動作 那更需要你全身的平衡跟穩定性 好 示範一下喔 就剛剛一樣喔 我們往後後跨的弓箭步 好 然後雙手放在兩邊 好 上來的時候啊 前腳站直 一起帶動雙手 那我們手呢 希望盡量打直 然後在你耳朵兩側的 所以不要辨識這樣子的情況喔 我們把它站直 OK 所以吸氣一起往下放 吐氣上 可以的話去感覺你的前腳的臀部處理 幫助你穩定 好 來 再用前腳站直 吐氣 OK 好 那這動作啊 就會斷掉到我們臀部 鼻大腿肌肉群 還有核心 所以全身都會出來工作 那每次呢 會希望你們單邊做12下 然後換邊 OK 這樣是一組 然後總共做三組